马可福音 第一章 施洗若汉传道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塞亚书上记着说 看啊 我要猜显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收藉他的路 照者说 若汉来了 在旷野施洗 全灰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若汉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再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若汉穿落堂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物 他全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耶稣受洗 那时耶稣从加里里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汉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烈开了 圣灵仿佛甲子 刚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受试探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 并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自候他 约汉下监以后 耶稣来到加里里 宣传上帝的福音 说 一期满了 上帝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信着加里里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杀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捨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见西彼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汉 在船上保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彼泰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在加白龙 赶逐污鬼 到了加白龙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狠欺其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民事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 被污鬼附着 他哭叫说 那撒勒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扎避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罢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哭叫 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文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呀 他用权柄 吩咐污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依西门岳母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 若汉 尽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 正害热并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扶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自好了 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到旷野祷告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陵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全道 因为我是为这是出来的 于是 在加利利全地 尽了回堂 全道赶跪 结静 掌大麻风的 有一个掌大麻风的 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 必能叫我结静了 耶稣动了 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行 你结静了 大麻风即是离开他 他就结静了 耶稣 严严的祝福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謹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拆看 又因为你结静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全阳开了 叫耶稣以后 不得再明明的进城 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 第二章 医治坦子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白浓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坦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 不得近前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 就把坦子连锁 躺我的玉子都醉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坦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哪里 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 浅妄的话了 除了上帝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坦子说 你的罪赦了 或说 起来 那你的玉子行走 那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兵 就对坦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那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玉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至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上帝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召离味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 众人都就了他来 他便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 看见阿勒肥的儿子 离味 再在碎关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利味家里坐直的时候 有好些碎利和罪人 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直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塞人中的民事 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碎利一同吃饭 就对他们逃说 他和碎利并罪人一同吃喝吗 耶稣听见 就对他们说 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照异人 乃是照罪人 论禁食 当下 约汉的门徒和罚利塞人禁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汉的门徒和罚利塞人的门徒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 新郎还同在 他们不能禁食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哪日他们就要禁食 新旧难合的比喻 没有人把新布逢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保上的新布 戴坏了旧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恐怕酒把皮袋裂开 酒和皮袋就都坏了 为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当安息日 从墨地经过 他们徒行路的时候 合了墨水 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看呀 他们在安息日 为什么作不可作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慧和跟从他的人 缺乏基我之时所作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尽了上帝的殿 吃了陈切饼 又急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第三章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肝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缘 法利塞人出去 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样可以随灭耶稣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作的大事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以土埋 约旦河外 并推罗西顿的四方 来到他那里 他因为人多 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自后着 免得众人勇祭他 他自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 都祭尽来要摸他 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面前 哭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再三地 祝福他们 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耶稣设立十二门徒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尝和自己同在 也要猜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拳兵赶轨 这十二个人 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若汉 又给这两个人 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儿子 又有安德烈 肥力 巴多罗迈 马泰 多马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达泰 并分女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稣的家略人又大 博倒民事的蝉言 耶稣尽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闻说 他癫狂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民事说 他是被别西北附着 又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暂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暂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 他就暂立不住 必要灭亡 若有人能尽壮士家类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洩毒圣灵 永不赦免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 我一切洩毒的话 都可得赦免 凡洩毒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 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信者皆为亲属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来站在外边 打法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啊 你母亲和你弟兄 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 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这妹和母亲了 第四章 杀种的比喻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里 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 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 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 有一个杀种的 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鸟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技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擠住了 就不结实 有落在荆棘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听 用比喻 的音由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 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 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上帝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说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解明杀种 的比喻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 一切的比喻呢 杀种之人所杀的 就是道 哪杀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但立刻来 把杀在他心里的道奪了去 哪杀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慰度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迫白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哪杀在京激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私欲 尽来把道擠住了 就不能结实 哪杀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又领受 并且结实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灯来 岂是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摩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听 又说 你们所听的 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 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又说 上帝的国 如同人把种杀在地上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牙漸掌 哪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地生五谷 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 后掌水 再后水上结成饱满的纸粒 谷既熟了 就用莲刀去割 因为修成的时候到了 谷熟了 芥菜种 的比喻 又说 上帝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掌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内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少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支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缩在他的任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平静风和海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摩 耶稣醒了 戏窄风 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指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 他们就大大的懼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第五章 鬼入猪群 他们来到海那边 格拉心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凝着他 哪人常住在坟营里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类似用脚链和铁链 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争断了 脚链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就夜常在坟营里 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力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上帝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污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罢 耶稣问他说 你明叫什么 回答说 我明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的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殃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附着猪去 父着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 污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 闯下山崖 头在海里 阎死了 猪的数目 若有二千 放诸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扶的 坐着 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船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 狠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作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底加玻璃 传让耶稣 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耶稣坐船又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艾鲁 来见耶稣 就苦福在他脚前 再三的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传遇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 有许多人跟随 永祭他 二患血流的女人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流 再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并誓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集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传遇 于是他血流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当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 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涌枝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作者是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 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苦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传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罢 你的灾病传遇了 耶稣叫艾鲁的女儿 復活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若汉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阳 并有人大大的哭入哀号 进到里面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阳哭入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痴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掐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他说 大利大鼓迷 翻出来就是说 闺女 我吩咐你起来 那龟女 立时起来走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 龟女已经十二岁了 耶稣切切的祝福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第六章 那撒纳人 厌弃耶稣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 就甚希奇 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所作的是 何等的异能 这不是那木杖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若西游大西门的长兄 他妹妹们 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义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自好他们 他也差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耶稣差遣十二门徒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拳兵 制服污鬼 并且祝福他们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女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掌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垮子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尽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那地方 何处的人 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 对他们作见证 门徒就出去 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 拥有没了许多病人 自好他们 约翰宅被欺律 被斩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 欺律王听见了 就说 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 但别人说 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 是先知 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欺律听见 却说 是我所斩的约翰 他复活了 先是欺律为他兄弟 肥力的妻子 希罗底的缘故 差人去拿住约翰 所在监虑 因为欺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约翰曾对欺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于是欺罗底怀恨他 想要杀他 只是不能 因为欺律知道约翰是疑人 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 保护他 听他讲论 就多照着行 并且乐意听他 有一天 恰考是欺律的生日 欺律摆设言直 请了大臣和千夫掌 并加利利作首领的 欺罗底的女儿 进来跳舞 使欺律和同籍的人都欢喜 王就对女子说 你随意向我求什么 我必给你 又对他喜誓说 随你向我求什么 就是我国的一半 我也必给你 他就出去 对他母亲说 我可以求什么呢 他母亲说 施洗约翰的头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 求他说 我愿王立时把 施洗约翰的头 放在盆子里 吸我 王就甚幽愁 但因他所起的势 有因同籍的人 就不肯推辞 随即差一个护卫兵 吩咐拿约翰的头来 护卫兵就去 在监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盆子里 拿来吸女子 女子就给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听见了 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 葬在坟墓里 无目的羊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作的事 所传的道 传告诉他 他就说 你门来同我暗暗的 到旷野地方去 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也 没有功夫 他们就坐船 暗暗的 往旷野地方去 众人看见他们去 有许多认识他们的 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 被他们先赶到了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连吻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样 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天已经曼了 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 天已经曼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 自己买什么吃 吸五千人吃饱 耶稣回答说 你们吸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可以去买 二十两银子的饼 吸他们吃吗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 可以去看看 他们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帮一帮的 坐在青草地上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座下 有一百一排的 有五十一排的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抹开饼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 耶稣离海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白菜大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他既辞别了他们 就往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门徒 因风不顺 遥老甚苦 夜里若有四更天 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们那里去 意思要走过他们去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以为是鬼怪 就哭叫起来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 且甚惊慌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 风就住了 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那分柄的事 心里还事如还 既到过去 来到隔离撒离地方 就靠了岸 一下船 众人认得是耶稣 就跑遍那一大地方 听见他在何处 便将有病的人 用玉子抬到那里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 或村中 或城里 或乡间 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 求耶稣只用他们摸他的衣上垂子 凡摸着的人 就都好了 第七章 礼上的污蔑 有法利塞人和几个民事 从耶路撒冷来 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族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 吃饭 原来法利塞人和犹太人 都驱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 就不吃饭 从史上来 若不洗肉 也不吃饭 患有好设别的规矩 他们历代拘手 就是洗杯 冠 同气 等物 法利塞人和民事问他说 你的门徒 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族手吃饭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 假冒为善之人 所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言 你们是离弃上帝的戒命 拘手人的遗传 又说 你们诚言是废弃上帝的戒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 就骂父母的 必自死他 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及你的 已经作了角耳板 角耳板 就是贡献的意识 以后 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上帝的道 你们还作许多这样的事 心里的污谓 耶稣又叫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 不能污谓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 乃能污谓人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屋子 门徒就问他 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雅是这样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谓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翅里 这是说 各样的食物 都是洁净的 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谓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恶念 狗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鬼诈 淫荡 贼道 贫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谓人 妇人信心的赏赐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推罗 西顿的境内去 尽了一家 不愿意人知道 却隐藏不住 当下有一个妇人 他的小女儿 被污鬼附着 听见耶稣的事 就来腐腹在他脚前 这一妇人是欺你离人 负罪你非离积族 他求耶稣赶出那鬼 离开他的女儿 耶稣对他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 雕吸狗吃 妇人回答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在卓子底下 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 耶稣对他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他就回家去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 鬼已经出去了 医治以龙舌杰的人 耶稣又来了 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 就从底加玻璃境内 来到加利利海 有人带着一个以龙舌杰的人 来见耶稣 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耶稣领他离开众人 到一边去 就用指头探他的耳垫 套脱没没他的舌头 望天探息 对他说 以发大 就是说 开了罢 他的耳垫就开了 涉结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祝福他们 不要告诉人 但他越发祝福 他们越发传阳开了 众人分外稀奇 说 他所作的事都好 他连龙子也叫他们听见 雅巴也叫他们说话 第八章 吸四千人吃饱 那时 又有许多人聚集 并没有什么吃的 耶稣叫门徒来 说 我怜悯者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 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我若打发他们 我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门徒回答说 在这野地 从哪里能得饼 叫这些人吃饱呢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就拿着这七个饼 足借料 抹开地级门徒 叫他们摆开 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 又有几条小鱼 耶稣捉了福 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 众人都吃 并且吃饱了 收拾圣下的灵衰 有七康子 有七康子 人数约有四千 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随即和门徒上船 来到大马鲁他境内 求主显神迹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 想要试探他 耶稣心里 深深的叹息雪 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 给这世代看 他就离开他们 又上船 往海那边去了 防备法利赛人 和欺律的孝 门徒忘了大饼 再船上除了一个饼 没有别的食物 耶稣祝福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的孝 和欺律的孝 他们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 耶稣看出来 就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就议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 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 还是如还吗 你们有眼睛 看不见吗 有耳得 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我抹开那五个饼 分级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男子呢 他们说 十二个 又抹开那七个饼 分级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康子呢 他们说 七个 耶稣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套脱没 自好核子 他们来到白菜大 有人带一个核子来 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核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套脱没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就抬头一看 说 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睁一看 就伏了圆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耶稣打发他回家 说 连这村子 你也不要进去 认耶稣 为基督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该撒利亚 肥立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 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 施洗的若汉 有人说是 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 先知旅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 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欲言受难 復活降临 耶稣就禁戒他们 不要告诉人 从此 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民事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 复活 耶稣明明的说者说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 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当背十架 跟从主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犯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末尝死未以前 必要看见上帝的国 大有能力临到 改变形象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 极其结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忽然 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双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以若汉 辟以利亚 下山的时候 耶稣祝负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传记在心 彼此二轮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 民事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福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 被人兴万呢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也任意待他 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害颠闲兵的孩子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民事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 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雅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说 爱 不信的世代呀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罢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秋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 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类似把他挥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作什么 求你怜悯我门 帮助我门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 立时哭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 众人都跑上来 就戚扎那污鬼 说 你这龙雅的鬼 我吩咐你 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哭叫 使孩子大大的 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象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欲言受难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 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者话 又不敢问他 争论谁为大 他们来到加白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 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为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门徒来 说 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 他必作众人末后的 作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命 接待一个长者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奉主名的 不疑旁主 若看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名 凡行异能 反倒轻易 毁扑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吸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凡使者信我的 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山在这人的颈项上 荣在海内 倘若 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獄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脚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凋在地獄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凋在地獄里 在哪里从事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荡言叶各人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第十章 辩论优妻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犹太的境界 并约但何外 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法利塞人来问他说 人优妻可以不可以 意思要试探他 耶稣回答说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 他们说 摩西许人写了休书 便可以休妻 耶稣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上帝做人是做男做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到了屋里 门徒就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凡丘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辜负他的妻子 妻子若离弃 丈夫令嫁 也是犯奸淫了 耶稣为小孩祝福 有人带着小孩子 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宅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老老 对门徒说 让小孩祝我这女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上帝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上帝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当即财宝在天上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作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戒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窥父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者说 念上就变了色 幽幽授授的酒疗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靠钱财的 难进天国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 进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啊 门徒欺其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以靠钱财的人 进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 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欺其 对他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再人事不能 再上帝却不言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跟从主的赏赐 比特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 跟从里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受迫白 在来世必得永生 然而有许多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走 门徒就欺其 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 告诉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掌和民事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弃弄他 套堕没在他念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若看进前来 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 愿你给我们作 耶稣说 要我给你们作什么 他们说 似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 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 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老老雅各 若看 谁愿为首 必作 伯人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 尊为君王的 治理他们 有大神操权 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作众人的伯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写命 作多人的属家 盒子 巴底买 得 医治 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 出耶利哥 的时候 有一个土饭的盒子 是底买的儿子 巴底买 坐在路旁 他听见 那天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哭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 可怜我罢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愿发大声 哭着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罢 耶稣就暂住 说 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核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了 核子就雕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作什么 核子说 拉波尼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 够了你了 核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 跟随耶稣 第十一章 主骑路 进耶路撒冷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百发奇和百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穿紫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奴区山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迁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作这事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奴区山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他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牢区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 他们把牢区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撒那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位之国 是应当清重的 高高在上和撒那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百大尼去了 无花果树被咒作 第二天 他们从百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的看见一火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哪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说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结正圣殿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作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甲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 万国土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财窝了 祭司掌和民事听见者说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欺其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 耶稣出城去 信心的能力 早晨 他们从哪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就做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上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讨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 讨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遥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遥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遥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遥恕你们的过犯 辩驳耶稣的权兵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 祭司掌和民事并掌老进前来 问他说 你像作什么权兵作这些事 吸你这权兵的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像作什么权兵作这些事 若看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可以回答我 他们彼此相依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说 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却又怕百姓 因为众人真以若看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像作什么权兵作这些事 第十二章 空恶圆户的比喻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尼巴 画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 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 园户拿住他 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 他们打伤他的头 并且凌辱他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就杀了他 后又打发好仆人去 有被他们打的 有被他们杀的 原主还有一位 是他的爱子 末后又打发他 意诗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哪些缘户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拿住他 杀了他 把他雕在园外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经上写着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作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们看出这比喻 是指着他们说的 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离开他走了 考言盘问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 和几个希律党的人 到耶稣那里 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 他们来了 就对他说 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 什么人你都不信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乃是诚诚实实 传上帝的道 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 纳税给该杀 我们该纳不该纳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他们就拿了来 耶稣说 这像和这好是谁的 他们说 是该杀的 耶稣说 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他们就狠欺其他 杀到该人 便博复活之事 杀到该人尝说 没有没有复活的事 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死了 撇下妻子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二个娶了他 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三个也是这样 哪七个人 都没有留下孩子 没了 哪夫人也死了 当复活的时候 他是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 都娶过他 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 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吗 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事者一样 轮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 经激偏上所在的吗 上帝对摩西说 我是阿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 你们是大错了 最大的介命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的好 就问他说 解命中那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介命 更大的了 那文士对耶稣说 夫子说 上帝是一位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上帝 并且尽心 尽智 尽力 爱他 有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繁制 和各样制制 好的多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来上帝的国 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就问他们说 民事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囚敌 作你的脚椅 大卫记自己 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人都喜欢听他 耶稣在教训之间 说 你们要防备民事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言直上的守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作狠场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主称赞寡妇的娟资 耶稣对银腹坐着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腹 有好些才主 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妇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第十三章 预言圣殿被毁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夫子 请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雨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殿雨吗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这些事的遇兆 耶稣在橄榄山上 对圣殿而坐 彼得 雅各 约翰和安德烈 暗暗的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 将成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命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放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此事没其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忍耐到底 必要得救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 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作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如先思虑说什么 到那时候 刺客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 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忽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为选民要减少灾难的日子 你们看见那行为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 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乃孩子的 有和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因为在那些日子 必有灾难 自从上帝 创造万物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犯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呀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迹其事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呀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聚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猜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地极 直到天边 都招聚了来 从无花果树 学比方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过比方 当树枝发乱 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几时看见 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 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墟 我的话却不能废墟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你们要谨慎 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 哪日其几时来到 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 寄居外邦 把权并交给仆人 分派各人当作的工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来 或晚上 或半夜 或鸡叫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 要警醒 第十四章 过两天是如月节 又是随敲节 祭司掌和民事 想法子 怎么用鬼计 捉拿耶稣杀他 指示说 当自的日子不可 恐怕百姓生乱 梟极贵的香膏 耶稣在白大尼 掌大麻风的西门家女 坐植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至贵的 真拿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囂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狠不起悦 说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 银子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他罢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 作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 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作的 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如先 囂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 以为纪念 由大卖主 十二门徒之中 有一个家略人 由大 去见祭司长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 又应许给他银子 他就沉思如何得变 把耶稣交给他们 预备如月节的 颜值 除敲节的第一天 就是宰如月阳高的那一天 门徒对耶稣说 你吃如月节的 颜值 要我门往那里去预备呢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 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他进那家去 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那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 吃如月节的言值 他必只给你们 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 门徒出去 进了城 所预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 如月节的言值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 他们坐直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 与我同吃的人 要卖我了 他们就忧愁起来 一个一个的问他说 是我吗 耶稣对他们说 四十二个门徒中 和我站守在盆子里的那个人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赌好 切立盛餐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足了福 就抹开地给他们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足借了 地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这是我纳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上帝的国内 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 欲言彼得不认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跌倒了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跌倒 我总不能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片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却极力的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在客西马尼 祷告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客西马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 若看同去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 等候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苦福在地 祷告说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他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切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主免离门徒 警醒祷告 耶稣回来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 你睡觉吗 不能警醒 骗时吗 总要警醒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 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 还是与先前一样 又来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 甚是困倦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回答 第三次来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 仍然睡觉 安歇吧 够了 事后到了 看啊 人子被卖在 罪人手里了 起来 起来 我们走罢 看啊 那卖我的人 近了 道卖和足那 说话之间 忽然那十二个门徒女的 又带来了 并有许多人 带着刀棒 从祭司掌和民事 并掌老那女 与他同来 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的带去 又带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拉臂 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 有一个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 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教训人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是成就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捉拿他 他却丢了麻布 赤身逃走了 在公会前 受审 他们把耶稣带到 大祭司那里 又有众祭司长和 长老并闻事 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一直进入大祭司的远里 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 祭司长和全公会尋找见证控告耶稣 要治死他 要治死他 却沉不着 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告他 只是他们的见证 各不相合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 作假见证告他说 我们听见他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内就另造一座 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们就是这摩作见证 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起来 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摩 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清重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 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 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 这浅妄的话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就有人套退没在他念上 又蒙着他的念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说预言罢 差役接过他来 用手掌打他 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在下边 怨子女 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事内 见彼得烤火 就看着他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杀勒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 到了前院 鸡就叫了 那是女汉见他 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 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彼得就发奏起誓的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立时继叫了第二篇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篇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 就哭了 第十五章 耶稣在彼拉多前受审 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长老 民事 全公会的人 大家相议 就把耶稣 捆绑 戒去 交给彼拉多 彼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事 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 彼拉多又问他说 你看 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仍不回答 以至彼拉多 觉得稀奇 祭司长疏纵 释放巴拉巴 每逢这节旗 巡护照众人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 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求巡护 照常例给他们办 彼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 给你们吗 他愿晓得祭司长 是因为贼道 才把耶稣戒了来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 给他们 彼拉多又说 那么样 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哭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作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 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钉十字架 弼耶稣 兵与兵把耶稣带进衙门远里 叫齐了全形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纸袍 又用荆棘篇作冠冕给他大上 就兴和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 又拿一根胃子 打他的头 兔堕没在他脸上 屈实拜他 气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纸袍 迎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有一个古利内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老夫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地方 各各他翻出来 就是足留地 拿没约条和的走给耶稣 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黏扣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 钉他在十字架上 是自初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欲骂主不能救自己 从哪里经过的人欲骂他 遥着头说 哈 你这策位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罢 祭司掌和民事也是这样弃弄他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钉的人 也是几肖他 从五正到新初 遍地都黑暗了 新初的时候 耶稣大声喊俗说 以罗伊 以罗伊 拉玛撒巴各大尼 翻出来就是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看啊 他叫以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涌站满了躁 绑在位子上 送给他渴 说 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耶稣死的景象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殿里的万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白夫掌 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 还有些妇女 远远的观看 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 并有撒罗米 就是耶稣在加里里的时候 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 在哪里观看 安放在坟墓里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有阿利马太的药室前来 他是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上帝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彼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彼拉多猜意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白夫掌来 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 既从白夫掌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尸首刺吸约室 约室买了细麻煲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煲裹好 安放在盆石中 作出来的坟墓里 又捆过一块石头来 挡住墓门 莫达拉的玛利亚 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 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第十六章 耶稣从死女复活 过了安息日 莫达拉的玛利亚 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 并杀罗米 买了香膏 要去高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甚惊恐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 你们尋找那钉十字架的 那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类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 和比得雪 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 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 从坟墓那里逃跑 又发抖 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耶稣言语 末大拉之马利亚汉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復活了 就先向末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动哭入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马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 耶稣数次向门徒显现 这是以后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 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门徒奉差遣 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宅被他们不信 心里肛硬 因为他们不信 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全福音及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 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命赶鬼 说身荒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主被接到天上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阿门